自從開始拍片都拍了幾條山路了 有長有短有些低能的山 然後突然間忽發其想很想拍一拍一些系列 所以我決定開始拍第一個系列 趕道徑 好話說這條盧吉道 我看那些牌子 原來有百多年歷史 是以前洋人有錢人的玩意 即是被他散步 都百多年了 終於我走了這麼多次 50次 第一次見到他維修 我想這裡真是帶維修 很高的 然後途經有一棵叫做印度像樹 這棵樹好像幾百年了 真的很厲害 所以是一個打卡位 好 接著走到這裏 叫做高西郊郊郊區 原來有名字 哇 來到這個位置了 最多人的 稍後就會開始繼續走 不過看看這裏 哇 這個阿伯就在這裏 那些蔥油餅 糖蔥餅 不是蔥油餅 是糖蔥餅 好啦 我們看看公園 真的漂亮的 前面就是西高山 但我們今天呢 我會繼續走的話 我們走廣道徑 待會在那邊 那邊也有廁所 那來到公園的 剛才說了這邊 右手邊 一條路 黑頓道 是去龍虎山郊的公園下面 即是去那些西弦盤那些 那另外這邊呢 就是今天我要走的 港都徑 去博富林水塘的 一路走一路走 會見到第一個有個觀光 不是觀光 這個就是觀景台 那邊走 我會坐在那邊 那邊走 公園的大部分 是 有些人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我们继续走,这里有个牌,那边就上山顶,这里上山顶,这边就下一个叫背露道,背露道就是去第二段的,讲到第二段的背露道了,刚才我们就在这里来,来到这里,刚刚有个这样的回忆, 那边下来到博弗林水塘,这边是背露道,这里就是开始的第二段,这里就是刚刚结束了第一段,我们现在向港都径第二段出发,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水了 帶我們廣島徑第二段就繼續向前走 好了 走到廣島徑第二段的尾聲 這個位置叫薑花間 挺漂亮的 剛開始有些直陽 挺漂亮 沒錯 這個位置就是廣島徑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交叉點 這裏就是上第三段 這裏就是上第三段 這裏就是上第三段的交叉 除了十字幕放鬆 這裏就不在此 為人雅的心 可以在一起 拾一把